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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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愛動物 愛音樂 愛錄影 愛分享的盧小兵 這次來看什麼呢 看這個 櫻花 桜 這邊享受櫻花的美景 然後跟放鬆整整個份量 但是好景不常就是下大 那沒關係 出去旅行就是這樣 好 那我現在就是介紹營區 給大家看囉 走 走 今天沒錯 要來哈魯米霧營區 它有什麼特色 它唯一一大特色就是櫻花季的時候 可以看櫻花 現在氣溫大概是13個 然後又下著櫻 所以呢我們事不一時趕快介紹櫻花給大家看 因為雨水一直下 把櫻花花瓣一直沖刷下來 所以我想要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的櫻花多漂亮 這邊是一個小而巧的營區 所以你看這邊的步道 看上去就兩個岔路的營區而已 就是這麼簡單 好 到了我們第一個岔路 它叫做碎石區 它也是伴隨著小小的 櫻花 然後這邊還會有 石頭桌椅 就是你跟三五好友可以在那邊乘涼泡茶 營主是規劃停車區 然後對面呢 就是給你可以搭帳篷的地方 營主非常貼心 它那邊有寫B1 B2 然後相對 行車場第一第二 很貼心吧 走 我們現在到了B大區的比較後區的位置 這邊就是那個櫻花 那如果你搭帳篷下面 你就在櫻花蝦搭帳篷耶 櫻花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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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櫻花蝦搭帳篷 很美耶 沒辦法出國 其實來這邊其實可以啦 好 我們去看它的廁所 好了 我們到了它這邊的廁所 這個可以 B區專屬测學 營區使用規章 大家看一下 營主非常詩情畫意的 它有放一些裝置藝術 這個是它的設備出來的洗水槽 洗手槽 滿乾淨的 這邊的衛浴設備 我給五顆星 就有如我那時候去小父親露營區的狀態一樣 相當乾淨給各位大致上看一下 隨便看一個廁所 好 藍色 藍色 欸 喔 它有分 男生洗澡 後面的位置都一樣 然後最重要的是吹風機的部分 這種天氣你非得要吹風機 都是屬於這種吹風機 所以風速一定可享而是讚 然後營水還會附贈酒精肥皂 對 還有鏡子 你可以在那邊梳化 所以它B區的附屬廁所 我覺得是棒棒 五顆星喔 好 我們B區介紹完之後 我們要去看C區的廁所 因為它就是連同那個道路上來連接廁所 這裡就是男廁所 它男女廁所是分開的 所以如果你很怕廁所有一些尿燒味的話 這個到不定不必擔心 淋浴間還有兩間 然後一個坐式的碼頭 昨天已經使用過 它的狀態就是這樣 那熱水的程度 有點不太動了 以現在這個13度的天氣 有一點點不太動 要把水流調小 溫度就會上 廁所也是很乾淨 營主我覺得 Everyday都在打掃 因為它就是住在這個山坡上 下面 而同專用 它裡面的位置也是相對的比較矮小 所以你進去上廁所洗澡 你可能要這樣 苦哩苦哩 我的身高是166 所以我上上去已經是這樣 門口 喔 清潔今天味道蠻重的 所以不錯 香味蠻不錯的 超乾淨的耶 你看他廁所這邊也有吹風機 但是是小隻的 有沐浴乳嗎? 有 有沐浴乳跟洗髮精 好啦 那我們兒童專用 我們就介紹這樣囉 要不然我再介紹下去 我也不要快斷了 冷凍冷藏 冰箱冷藏 這稍微有一點點麻煩啦 等於是說你還要爬坡上來 但衝我弟弟的名言 露營不嫌麻煩 冷藏的地方 看一下他的冰箱跟冷凍 啊我們沒有冰東西 所以這就是他原本的樣子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你冰東西會有魚腥味啊 或是什麼不好的狀態 你方便還有他飲水滴 飲水滴 然後更厲害的是 我有在網路上看到他們 老闆有租借這個浴衣 浴衣 登登 浴衣 然後給小朋友在櫻花下拍照 木雞鞋 多可愛 我們因為是下雨天 我們就會覺得說 介紹給大家看 我們就不做這個動作 然後他還有一個小貼心 就是怕你頭髮沒有弄好的話 他可以給你這個 喔這個老闆真的很用心欸 那你就可以浴衣拍照 然後放一個這個 你就感覺好像有整體造型 棒棒 橘子 叮叮 他這邊放那麼多 你以為就老闆他們在吃 沒有 他還給我們一大單 一來的話就給我們伴手禮給我們一大單 好 這邊可能就是老闆他們泡茶的地方 因為我們來check in的時候 老闆他們會坐在這邊 那還會有一隻很可愛的大黑狗 但是不會傷害人家 所以請各位放心 那介紹我們的雨童區 走囉 好這裡是C區雨童區的停車場 好那你一進來的時候 飲主會請你把車子停在這個車庫 那我們給大家看一下車庫它的位置 更大 Toyota Toyota的車子 8 1.8 這個位置應該是剛剛好 非常剛好 上面的褲蟲區的位置 就折下來就是你停車場的位置 因為現在防疫期間啊 飲主都很注重有酒精 哈哈哈哈 風滴 一次再一次 好 好啦 我跟你講真的很冷 真的很冷 好我們先去看雨童區 走 好我們現在要上去雨童區的時候 我發現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所以各位如果爸爸媽媽有帶小孩上來的話 要特別注意這個樓梯 因為我覺得這個樓梯它做得相當的高 小孩在上去下來的時候 要注意不要讓他們 這個地方會下雨天會有點危險 怕往的 你有三分之一的小肉在外面 對 它是非常有高度的 所以下來的時候真的要很小心 所以我說的是 這樣的高度 有一點危險 然後我們一個位子 一個位子 它都會有附一個鐵 就是 影主有稍微交代 上來下去的時候 這個鐵門都要關 唯一是因為它有養狗狗 或者是它怕 附近有野狗 附近有野狗 會上來 反正就是影主擔心你的安危 所以我覺得這一塊影主 設想得非常周到 那我們一個位子大概是這樣 屏障加科屏障是下得去的 然後因為今天是平日 所以沒什麼人 所以我們在這邊 架了一個羽球廣場 那我們來的時候可能 時間有一點晚 因為你看這邊就是櫻花 櫻花樹 它其實雨頭區後面都有 配合了一顆一顆的櫻花樹 只是現在因為天氣 或者是因為下雨的關係吧 所以它已經開始越來越少 真的是我們太晚來 有點點小小的移探 但不過沒關係 因為我至少 跟櫻花共除了兩個晚上 YA 好我們現在去看一下後面的 後面的草皮區 這個營區還有一個最大特別 就是它琉璃台的配置位置 你有沒有認同 怎麼說 怎麼說 就是這麼說我們直接來看 好 很少營區有 米碗巾 菜瓜布 它還有這樣幫你擺配位置 然後以及肥皂 然後因為疫情關係 它現在還會有酒精 所以整個set真的是超完美的 它每一個櫻花圈下面 都有這個出衣 然後再加上 一般分類的垃圾 的支援回收 因為我們來露營都是愛大自然 所以就是要照著 停止他們這樣分配位置 是最好的 他們整理方面也會最方便 前面停車子 後面放你的帳篷 配合著流離子 如果你住到C區的草皮區的位置 麻煩請注意 因為你離廁所非常遠 所以你不要跑到 那麼前面去上我剛剛說的 兒童專用廁所 你直接下去 就是我們剛剛介紹的這個鐵皮屋 B區的廁所 就是從後面的小路下 所以其實也是小方便 只是住我們的乳童區 我覺得最大的缺點就是 去廁所要非常遠 然後再加上 我們現在因為下雨的關係 所以你只要想上廁所 你就要撐著山 然後下樓梯 走那個 有一點點危險的樓梯下去 而且你還要把歐元下來尿尿 對 我還要把歐元下來尿尿 然後撐雨傘 然後要抱口 然後下雨陡峭的樓梯 沒錯 那這次營區 你覺得你滿意嗎 還不錯 你眼太黑了 那1到10分我會給 要黑了 1到10分我會給8分 其他的2分我覺得是 位置分佈不均勻 這個營區就是小而美 如果你想要很多小孩玩的 一些遊樂設施或是什麼的話 這邊是沒有的 這邊就是存賞櫻花 而且現在這樣照過去 如果有櫻花是買的話很漂亮 沒錯 只是這幾天可能下大雨 對 但沒關係 我們來已經看到櫻花 已經心願達成了 太好了 那今天營區就介紹到這裡囉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加開啟可愛小鈴鐺 今天沒有歐元可以看 因為今天下大雨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